对于首相丹丝林慕尤丁前天不点名指控 有人试图施压政府干预司法 摆脱官司后 无形团发动各个州属团员在各地报警 要求彻查这项严重的指控 无形团长拿督阿斯拉夫今早在脸书贴文指出 首相受到施压的指控 让人质疑国家司法系统是否可以买通 无形中破坏了法庭维护正义和联政形象 他抨击首相的言论 也企图破坏胡同主席阿莫扎西和前主席纳吉等领袖的形象 试图转移视线 淡化政府抗议失败 无法为人民争取福利的事实 阿斯拉夫强调 这两名关系缠身的胡同领袖已经多次表明 要在庭上为自己洗脱罪名 而且不会牵连党 无形团认为相关的指控可被视为恶意的诽谤 目的是要侮辱和嘲弄政敌 因此促勤警方马上开档调查